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些公司名字特别奇怪 中文叫土毛球 英文名字叫to meet you 和土毛球谐音 to meet you 那意思其实也有点强势 要见你 还不是I'm glad to meet you 我见到你很高兴 那对不对 我就要见你 我们第一是没什么欲望 把这个公司做得特别大 但基本上其实就是还是作坊 我们就更像手艺人 这个事情是我们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 那产量也就低 挣钱也就少 然后公司就很小 可能最大的普通就这样 就特别小 因为你比如你小了以后 你就可以有选择嘛 正因为这个可能就会 我们就比较挑剔 设计之于艺术的不同 我认为就是说 设计的出发点其实是公共的 然后设计师的工作 其实是无论怎么样 从自己的概念出发 它最后达到的结果 一定是属于 某一个公共层面上去提侦的 我们一直以来 现在做的好多工作 其实都是和艺术 或者和文化有关的 甚至是艺术和文化里 偏精英层面的 或者说我们能给某一个公共类的东西 来提供服务 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希望 你比如说我做书 做画册设计是特别擅长的 那当然就会有出版社来找我们来做 比如说文字书的封面 是畅销书 是著名的作者 那我很高兴嘛 我就接二姐就是说 这个作者也是我的朋友 那我呢 当时就做了一个办法呢 我就在微博上 我就邀请大家拍照片 拍什么呢 拍本地霓虹灯 拍黑夜飞行这四个字 你只要找到这个四个字里的任何一个字 拍照片 然后我来选 拼成黑夜飞行这几个字 然后所有这个作者的粉丝啊 特别生气 然后呢 当然那个作者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我们中国的大众是这样的 他接受不了自己的混乱的 接受不了真实的 所有人都觉得恐怖的丑 那么你其实就生活在这儿 对吧 通过这件事发觉 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呢 往往是经过角式的一种美 我的这种公共性的实验 我失败了 你要想让我退回去 做那种特别雅致的那种美丽的风 我也可以做 但是和我拧巴着 一个小例子啊 我不一定是真的不能兼容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在某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能有差异 这种差异呢 就再退倒一步 造成一种不信任 我这儿都 我这儿其实希望体现某一种概念 而不是审美 他们那边非要来审美 其实从2000年的时候 我都可以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平面设计 这职业是干嘛的 但是你到今天 很多就普通人都已经知道了 平面设计 因为就是说 它是唯一不直接产出消费品 或者说它的设计结果 不能直接变成消费品的 这么一个设计行列 所以就是说 平面设计师其实受制于此 它的设计结果 不能够直接进入消费渠道 我们还得随在一个东西上 就像我随在非常喜爱的作家的小说上 然后还没影响好大众 就短着一劲 基本上是短着一劲 设计这个行业到了今天 我个人认为 它早已经不是说 解决一个生活基本问题的时候了 我觉得现在的设计 某些时候 它甚至是提出问题 它甚至是一个 对于我们 匀长的生活状态 进行一种扰动和挑衅 然后呢 在这种扰动和挑衅里 制造话题 有的就是挑衅 其实有点像摇滚乐一样 就是因为平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发觉人们利用最大的 富足的这种可能和社会保障 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无聊 然后后来摇滚乐就是什么呢 摇滚乐出来以后就说 你们这些人真蠢 你们都是一些蠢货 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那等于这个音乐出来是挑衅的 对吧 是反叛的 设计到了现在呢 其实所做的工作和当时的摇滚乐很像 利用设计师的智慧 为这个庸长的世界创造一些有趣 然后这些有趣呢 可能对某一种严密的 无趣的这种社会结构 进行一些挑衅和扰动 它是一种良性的 甚至是恶作剧式的挑衅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代的设计里头 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这个 我相信将来大家慢慢对平面设计有了了解 有了这个认同之后 第一我相信他们会给更大的空间给我们 第二他们会更多的尊重我们思考 第三呢就是说 人们不再做那种简单的价值判断 美丑 好坏 胜败 他不再做这种简单的判断的时候 他就会发觉 原来这种设计里的一些有趣的精神 可能是对文化现象的一种再谈试 可能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挑衅 他们能够提背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设计可能就真正能和公共有更多的触点 然后可能就真的能够推广的比较开了 在一个可以各取所需的社会里 那么人们对于丰富性的向往是永无止境的 这设计其实就是拉开设计工作或者设计结果的归属 它往往在暗示阶层和阶层之间的不同 人群和人均之间的不同 然后每一个人群每一个阶层都会找寻自己所专属的某一种设计 某一种设计 然后以给别人看我和你不一样 这是商业的社会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差异造成了丰富 造成了对丰富性的渴求 那我相信就是说在未来呢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随着各种载体的更多样性 那么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差异出来 或者找寻到更多的差异 然后创造更大的丰富 我觉得这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你让我具体展望 比如说未来它会变成一种什么形态 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开放的 越来越打开的一个状态 不是说越来越皈依 越来越封闭的状态 未来一定是一个越来越多元的 而设计师的工作其实就是为这个多元性的世界提供实体的证明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这种状态 谢谢大家